来看提奥160 Direct Delta函数 它的拉式转换 这边有 单位脉冲函数 它的图形 单位脉冲函数的图形告诉我们说 它在A点上的 函数指数无限大 其他位置的函数指数是0 不过它那个图形曲线下的面积 1234的1 这里的k 要让它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这个高度 会很高很高很高 这个会变成一个点k很小很小 会变成一个点 然后 可以去推看看 推倒推倒看看 说这个 单位脉冲函数它的 拉式转换是什么 这边是从定义开始的 从定义开始去推倒 单位脉冲函数的 拉式转换 从定义开始的话 我把那个范围分成三段 一个是0到A 一个是A到A加K 一个是A加K到无限大 那在这三段里面 第一段的函数值是0 第三段的函数值也是0 所以 这里 有两个地方带了0 中间那一段呢 中间那一段我们用极限的概念去算它 我们说 单位脉冲函数 它在 A到A加K的函数值是k分之一 但是要让这个K很小很小很小 那极分的范围就是A到A加K 好 处理的过程 就是k分之一可以提到外面来 剩下指数元素 指数元素 集完分之后 带上下线 会发现说 k很小很小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0分之0的问题 0分之0型的问题 我们就必须要用罗毕达定理 我们要引用罗毕达的 rule 利用罗毕达定理 因为现在 现在的变数是k k要很小很小 k是变数 所以我要对k这个变数做微分 好 分子分母同时对k微分 那就可以 把我们的问题化简成 exponential的负的as次方 这个答案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答案 好 然后 这一个算出来的 达迈充然数的拉式转换 它需要记下来的 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学 拉式转换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为了解决这个单位卖充函数的问题 因为单位卖充函数的问题 很多时候必须要用 基本转换的方法才比较好解 好 然后 如果是5倍的单位卖充函数做拉式转换的话 其实只是把刚刚的答案 再乘上5就好了 但也可以从定义开始再慢慢算 我是说 如果我们引用刚刚的结论 单位卖充函数 它的拉式转换是指数函数 好 现在 给它多乘上一个5 那就是多乘上一个5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这里有一些范例 这些范例 其实是单位卖充函数的拉式转换公式的运用 好 对第一个来说的话 那个A是1 好 所以就 1带进来就好了 那个3乘上来 对另外一项来说的话 它的A是3 所以就把3乘进来就好了 外面要乘上2 反正转换 那可以判断出来说 第一个像次A是2 第二个像次A是4 所以T-2 T-4 然后外面要分别乘上4跟7 就这边所看到的4跟7 所以也还好 这个应该也还好 好 我们在表里面又多列了 刚刚所看到的单位卖充函数的拉式转换了 好 这个也要记下来 好 然后 对 所以这是第14个应该要记下来的拉式转换的公式 OK 来看那个Direct Data函数的单位卖充 就是单位卖充函数的拉式转换 好 这个图可以显示单位卖充函数的那个定义 这里的K要让它很小很小 所以这个高度会很高很高 然后这个宽度会很小很小很小 意思是说在A点上 它这个单位卖充函数的函数值会无限大 但是 这个 区限下 其他位置都是0 在其他位置都是0 而且这个区限下面积是1 OK 这是单位卖充函数的那个特性 好 那我要证明说这个单位卖充函数的那个拉式转换 是跟指数函数有关 好 因为 现在对单位卖充函数做拉式转换的话 好 它就是 0到无限大的积分 把单位卖充函数 乘上一个指数函数 然后对T变数做积分 好 然后把 积分的范围调整为0到A A 还有一个是 A到A加K 还有一个是 A加K到无限大 因为单位卖充函数的函数只有三个段落的变化 所以我们调整为三段的积分 好 第二段 的积分 好 这边是第三段的积分 好 然后 在这三段的 这个单位卖充函数的变化 范围内 它的 函数值 在0到A的范围内是0 然后在 A到A加K的范围内 它的函数值是k分之1 不过k要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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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过了A加K之后 单位卖充函数的函数值又变成0 那0的函数值是0 那0的积分值是0 所以第一段跟第三段的积分值是0 好 那中间那段的积分 我们再做一点整理 好 就像刚刚所说的 有一个k要让它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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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是A到A加K的变化 积分范围 好 那积分的内容是k分之1乘上自然指数函数 好 然后 然后 那个 积分 是跟T有关的 所以 把k分之1提到积分式的外面来 好 然后 把那个 积分式把它处理一下 这个的话又可以表达成 极限运算中的k要让它很小很小 然后k分之1 好 把那个积分式处理一下 好 子算数的积分所以是负的 s分之 exponential的负的st次方 然后 T要带A 还有 A加K的下限跟上限 好 然后 把上下限带进来 好 上限是exponential的负的s乘上A加K 下限是exponential的负的sA 好 那因为k很小很小的时候 它这个是一个发散的 就0分之0 这是一个0分之0的问题 这0分之0的形态 所以我们要用罗毕达定理去处理它 好 我这个符号移到外面来 那罗毕达定理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针对里面的k做微分 好这边也是一样 要针对里面的k做微分 好 这里有一项 要微分 好 然后 又可以做一点整理变成 好 这个分母的部分对k微分 留下s 分子的部分 前面这个子算数微分 还是那个子算数 但是接着对k微分的时候 但是接着对k微分的时候 对 这指数部分对k微分的时候 会多一个负s 好 负的s乘上 exponential的负的s a加k 好 后面那一项的微分是0 好 所以这个的话就变成 再把符号移到外面来 is消掉 所以这个是limit k让它很小很小很小 然后子算数的负的s a加k次方 好 把k带0 所以这个是exponential的负的as次方 这个就是 单位卖充函数的拉式转换 好 我们已经证出这样的关系式了 好 那这是5倍的单位卖充函数的拉式转换的讨论 好 如果刚刚的证明有倍下来的话 那我们知道 单位卖充函数delta t-a做拉式转换的话 会变成exponential的负的as次方 好 所以 现在是 5倍的单位卖充函数做拉式转换 好 就把5提到外面来 剩下的部分做拉式转换 剩下的部分就是单位卖充函数 所以是5倍的exponential的负的as次方 好 然后 然后 第三题的a小题 好 一样的 我们根据我们对单位卖充函数的拉式转换的认识 这公式就可以 就是那个积分转换的公式可以直接用 好 好 那就3倍的exponential的负的as次方se 另外一个的话是 负的这个3s次方 好 这个a小题 再来是b小题 好 b小题的话是 4倍的exponential的负2s次方的拉式反转换 好 后面还有一个7倍的exponential的负的4s次方的拉式反转换 好 拉式反转换也是一种积分的过程 所以可以把它们拆开来变成 先做积分之后再做相加 好 然后4跟7也可以提到外面来 好 剩下部分就是 根据单位卖充环数的拉式转换 应该是4乘上delta t-2 加上7乘上delta t-4 好 这就是 它的拉式反转换的运用 以上是我的说明